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山东南南,关注一下CBA联赛 那山东南南的夏季集训已经展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山东队也是相对比较早的进行了夏季集训的球队 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山东队的一些变动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这些变动并不是存在于新球员的引进方面 目前还没有新的球员加入到球队当中 主要还是在这个教练员包括在一些高层管理层的变动上 那随着教练班子包括一些高层的变动 那山东南南在今年也是做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改革 在昨天的话,山东南南是通知了非常多的官方媒体 甚至是一些比较有名的自媒体人 可以来去采访球队的训练 并且采访球队的教练员以及运动员了解球队的最新动态 并且在未来,就是在下个赛季的话呢 山东队将会将球队内部的一些信息 以各种取得的方式告诉这些宣传山东队的媒体人 这样的话也能够通过这些媒体人 让球迷比较了解山东队相关内部的一些信息 同时也能够止住一些谣言对球队的伤害 可以说这个改革的话,球迷是比较支持 也非常开心喜闻乐见的 众所周知山东是一个篮球大省单了 他可能比不了辽宁像广东这样的省份 但是放在全国的话 山东无论说是整个篮球运动员还是篮球氛围 都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实话是说 山东这支球队的关注度相对是比较低的 感觉好像这支球队除了打球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闻 随着自媒体的一个兴起 关于山东队的一些新闻会通过一些其他媒体人的方式给报道出来 但是这很多的报道都是虚假的 都是不真实的 那也给山东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如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 一方面可以让这些谣言尽早的被攻破 不至于说用这些谣言去损害到球队的备战 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 另外的话呢 也能够让山东队增强曝光率 毕竟你是一个职业篮球队 并不是说你除了打球就没有其他的义务的 很多消息 或者说很多大家关于想了解球队的一些信息的话 你还是需要给到球迷一些交代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改革的话 对于山东这样一支相对比较传统的俱乐部来说 还是比较好的 其实此前的确是有非常多山东队的一些争议性的决定 很难给到球迷一个正面的解释 比如说当年丁燕宇航和龚小斌的这些矛盾 恩恩怨怨在网上就吵得风风雨雨的 对吧 包括我们知道在龚小斌指教的最后一个赛季 那我们看到当时在第一阶段表现非常出色的张辉 突然一下子就从球队的主力 变成了连球队大名单都进不去 甚至一度被发配回济南自己训练 直到赛季末自由身加盟到了四川队 到上个赛季才重新回来 这些东西其实当时在山东队内部 都是引起了一些广泛的讨论 但是俱乐部都是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的 这也让身处讨论漩涡之中的 像教练员也好 像球员也好 包括球队也好 都受到了一些外部舆论的干扰 那我相信随着这种改革的来临 那么未来山东队的一些信息会更加的透明化 大家对于这支球队也会更加的了解 同时球队的运作也会变得更加的商业化 曝光率增加之后 对于球队的运营收入 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